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好解析一下青铜吴小强最厉害的辣个男人 一挥 一挥是凤凰星座的青铜圣斗士 生日为8月15日狮子座 初登场是15岁 有着不死鸟的称号 就像他的本命星座凤凰之名一样 不管陷入什么样的死境都能复活过来 而且每次重生就像赛亚人一样变得更加强大 一挥除了拥有超强的物理和精神攻击外 还擅长丢出羽毛飞镖 发出火焰等多种战斗方式 性格外冷内热 为人孤傲坚韧 喜欢单独行动 常在圣陷入危机的时候 及时出现打倒敌人 因此也被圣迷们戏称护帝狂魔 在老车直笔的恩迪冥王神话中 更是被凯撒指定为狮子座黄金圣斗士的后继者 凤凰座圣衣最强的buff就是自我修复能力 就算被打成碎片甚至粉末都能完全再生 并且再生后的光芒和强度都会变得更强 在不考虑外传单纯就官方的设定里 一挥总共穿过9件圣衣 1.凤凰座初始圣衣 这个胸前像阶梯一样四四方方有能有脚的造型 就是原作漫画最早的凤凰座初始圣衣 头盔里还附设眼罩 但其功用不祥 似乎只是用来装逼啊 背后的三根凤凰尾巴还可以拿来当飞镖使用 只是用完不知道会不会再回收 如果没回收的话可能尾巴会越来越短 2.TV版凤凰座初始圣衣 接下来这个安全帽造型的圣衣 是大家最熟悉的TV动画原创的凤凰座圣衣 同样配备有功能不明的眼罩 也是唯一一次手脚跟护群的配色是红色 后面就全都以深蓝色为主 3.凤凰座新生圣衣 于北欧片跟海皇片登场 从这时期开始 漫画版跟动画版圣衣的造型就统一了 但新生圣衣复活的方式却有所不同 动画版是在十二宫之战后 借由处女座杀家的血复活 漫画版的凤凰座圣衣 则是没接受过任何黄金之血 在十二宫最终战被沙家救回后 自己复活改变造型 比其他小强更早一步进化成新生圣衣 由于没接受过黄金圣斗士的血 所以原作漫画里凤凰座圣衣从未变成黄金色 4.凤凰座最终青铜圣衣 主要出现在冥界篇之后 其他人在冥界篇的圣衣 都是借由雅典娜之血复活 唯独凤凰座圣衣又是靠自己的力量复活变形 由于没浸染过女神的鲜血 所以不能在超次元中行动 为此潘朵拉将自己相当于 冥界通行证的首饰送给伊辉 他才得以去往极乐净土跟同伴会合 5.狮子座黄金圣衣 在极乐净土之战中 伊辉的圣衣被死神彻底粉碎 透过海皇帮助 让黄金圣衣穿越超次元来到极乐净土 伊辉穿得正是跟他生日相同的 狮子座黄金圣衣 可惜才穿上去没多久就被死神打烂 诶诶不是啊 埃奥里亚才刚在黄金魂 把狮子座黄金圣衣升级耶 6.凤凰座神圣衣 最喜欢单独行动的伊辉 这次终于吃憋了 由于其他人有雅典娜之血加持 纷纷进化成神圣衣 唯有一辉是光着身子来挑战冥王哈迪斯 幸亏在大望前也沾上雅典娜的鲜血 凤凰座圣衣才得以进化成为神圣衣 而凤凰座神圣衣的颜色也跟漫画原色一样是黄金色 7.凤凰座Omega陨石圣衣 于圣斗士星时Omega短暂出现过 在与马尔斯一战中 吴小强原本都是穿着冥界篇的青铜圣衣 战斗中陨石突然坠弱 导致圣衣有的属性变成圣衣时 凤凰座圣衣也改变外形 多了该死的黑边 看起来十分不讨喜 幸好只有回忆片段闪现一下就没再出现了 8.凤凰座Omega新生圣衣 于圣斗士星时Omega第二部帕拉斯篇中登场 由于Omega圣衣时的设定被圣迷们干到爆 所以第二部又变回可以组装成星座形态的新生圣衣 这版本的凤凰座圣衣跟冥界篇的圣衣差别不大 只有墊尖跟一些棱角变得更加锐利 手脚的颜色也从原本深蓝变得偏紫色 9.射手座黄金圣衣 除了上述的八件圣衣外 一辉也曾在抢夺射手座黄金圣衣后短暂穿过他 只不过穿上去不到两秒钟 就被星石不讲武德搞偷袭 黄金圣衣也散落一地 众所周知 青铜圣斗士都是城户光正留下来的种 在原作城户老头所生的100个儿子当中 只有仙女座的顺和一辉是同父同母 可见他妈有多受城户老头的喜爱被宠信两次 对于同父同母的弟弟 当然比其他同父异母的还要照顾 所以每当顺发生危机 一辉总是能化身为户地狂魔 第一时间就顺移到战场来支援 连他最爱的女人都要长得跟顺很像 在TV版动画 艾斯美拉达是一辉师傅古露迪的女儿 不过在原作漫画 她就只是个被卖到死亡皇后岛的女孩 关于一辉师傅古露迪跟暗黑圣斗士之谜 我们在之前的影片中有介绍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连结收看 而艾徽比其他青铜圣斗士更屌的事 她曾有过暗黑四天王 及一狗票暗黑圣斗士当部下使唤 是干过领导阶级的青铜圣斗士 艾徽是圣斗士中少数精通物理跟精神攻击的高手 除此之外还拥有释放火焰的能力 在ND冥王神话中 就曾用火焰烧断天贵星维梅尔的星辰傀儡线 而在原作中常使用的必杀剂有两招 一 凤凰幻魔拳 传说中能粉碎精神的魔拳 直接攻击对手大脑 使其内心深处的黑暗部分无限的放大 进而产生自己最恐惧的幻觉 精神伤害还能反馈到肉体 令对手丧失战斗力 内心比较脆弱的家伙 甚至会直接挂在噩梦中 除此之外还能操控对手神经 看透敌人内心的秘密 强如双子座兄弟都曾吃过幻魔拳的亏 只有处女座杀家完全不受影响 凤凰做的最大奥义 发动后如同凤凰展翅产生强大气流 威力能够粉碎星辰有摧毁一切的威力 是一挥通常用来收割人头的招式 其他还有些在外传或游戏中出现的必杀剂 就暂且不列入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了 六年前 一挥代替顺来到死亡皇后岛 接受圣斗士的修行 但在古露迪魔鬼般的修行中 始终无法憎恨对手 直到失去了最爱的妹子艾斯美拉达 一挥才抛弃眼泪 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师父 在取得圣斗士资格的同时 一挥心中留下的情感也只剩下憎恨 他决定用凤凰座的力量来复仇 毁掉和城户光正有关的一切人事物 包括最爱的弟弟 在TV版动画 一挥杀掉师父后 直接就得到凤凰座圣衣 但原作漫画 凤凰座圣衣则是被暗黑圣斗士的首领江狗夺走 一挥独自一人闯入暗黑圣斗士的地盘 干掉江狗后不仅得到圣衣 还收遍一票暗黑圣斗士手下 然而 却被来清除暗黑圣斗士的处女座沙家轻松秒杀 沙家因为在一挥眼中看不到邪恶而将其放过 只将他的这段记忆给抹去 后来一挥率领暗黑圣斗士 袭击了银河雷台赛会场 夺走射手座黄金圣衣 并召唤暗黑四天王向星石等人发起挑战 最后虽然被星石打败 但一挥内心的憎恨也被友情的力量渐渐感化 面对突然来袭的圣誉刺客 Dokulades 一挥为保护星石等人 牺牲自己被掩埋在崩石之下 一度被众人认为已经死亡 但在炎热圣斗士 袭击沙之藏匿的别墅 使顺陷入苦战之际 再度帅气登场 以一招凤凰换魔拳 就让炎热圣斗士去见上帝 由于之前在沙身谷与冰河的战斗中 一挥右臂被冻伤 在打倒乌鸦座 御夫座两个白银圣斗士后 听从冰河建议 到地中海的卡农岛进行烟熏治疗 这段期间 顺在双子宫遭遇危机时 一挥曾短暂醒来 用小宇宙打断教皇冥想 一度让双子座的迷宫消失 直到处女宫之战 星石等人陷入危机 一挥才正式书行 硬扛这最难啃的处女座沙家 不过在此之前 TV版动画还加了一段戏 沙家派遣两名弟子 连坐阿拉公和孔雀座的喜瓦 到卡农岛去狙击疗伤中的一挥 在沙家不讲武德 透过冥想限制其行动之下陷入苦战 最终在雅典娜的小宇宙帮助下 一挥才将两人打败 而在处女宫与沙家之战中 一挥无论是幻魔拳还是凤意天降 都无法商及沙家分毫 完全单方面遭到碾压 但一挥不亏是战斗天才 在没受到穆的指点之下 竟然利用被沙家的天武宝伦 夺去六感后领悟了第七感 并将自身小宇宙燃烧到最高点 带着沙家一起去往十万比方 到了十二宫的最终战 在穆的念力帮助下 一挥被沙家从时空扭曲的裂缝中 带回处女宫 一把挥让凤凰座圣衣复活后 赶赴最终战场教皇厅 为了让星石顺利拿到女神之盾 拯救雅典娜 刚复活的一挥 又再度硬扛下难啃的撒卡 在TV版动画中 一挥完全就只是个肉盾 但原作漫画里 还有一段精彩的幻魔拳 与魔皇拳的对决 两人的精神攻击能力旗鼓相当 最后一挥替星石挡下的银河星暴 再度成为失踪人口 直到海皇篇才又再度回归 并与南冰洋支柱前救下了舜 击败能改变外表迷惑对手心灵的海斗士 海幻兽卡萨 不过卡萨在临死前 还是看到了一挥内心脆弱的一面 一个沉睡在他内心深处的少女 艾斯美拉达 当场吐槽他 嘴上说要舍弃爱与泪 结果什么都放不下 之后与海龙卡诺的对决 发现其真实身份 为双子座圣斗士撒卡的弟弟 于是又透过幻魔拳从卡诺口中得知 海皇会在这个时代觉醒 完全出于卡诺个人的野心 并告诉他 当初在斯尼恩甲水牢救下他的 就是雅典娜本人 令卡诺良心发现而悔改 问出雅典娜之虎的下落后 一挥也立刻赶到海皇神殿 一同加入与海皇的战斗 接下来的冥王十二宫篇 一挥则是从头到尾都没出现 不过辉哥表示 我一向都是下半场才开打 于是他又再度靠自己的实力 领悟第八感来到冥界 救下了被冥界三巨头联手惨略的卡诺 还顺便干掉了三巨头之一的 天雄星艾雅哥斯 随后一挥的小宇宙被冥王察觉到 将其传送到哈迪斯王座前 在得知弟弟被冥王附体后 一挥含泪向圣灰拳攻击 试图阻止哈迪斯毁灭大帝的计划 但最后还是念旧兄弟之情 无法痛下杀手 导致哈迪斯完全占据顺的身体 一挥遭到哈迪斯重创后 被丢入寒冰地狱受刑 后来因为雅典娜现身 将哈迪斯的灵魂赶出顺的身体 女神的小宇宙也唤醒 被冰封在寒冰地狱的一挥和穆她们 来到叹息之毕前 潘杰对辉哥做了番真情告白 希望一挥能干掉哈迪斯 为自己全家报仇 并将能前往 冥界任何地方的通行证送给他 潘朵拉这种背叛行为 也被死神发现遭到杀害 一挥收拾掉最后的名斗事后 答应为潘杰报仇 将沙迦的佛珠留给潘杰 踏上去往极乐净土的征途 当一挥来到最终决战地极乐净土时 先一步到达的星石等人 都已被死神打趴 一挥虽然表现出超强实力 但仍然不敌死神 关键时刻 星石等人的神圣衣觉醒 在同伴们掩护下 星石与一挥前往哈迪斯神殿 对付哈迪斯的真身 裸体的辉哥意外接触到 大翁之外的女神之血 觉醒神圣衣 并与同伴们一起制造机会 让女神穿上雅典娜圣衣 最终哈迪斯被雅典娜消灭 女神也带领众人离开冥界 回到充满光明的地方 冥王篇结束后 因为星石在讨伐哈迪斯的战斗中 生命垂危 雅典娜与圣决定穿越回 243年前的上界圣战 提前消灭哈迪斯 以解救星石的生命 一辉在得知消息后也跟着前往 来到上界圣战的时代 为了援护变成婴儿的雅典娜 一辉试图突破十二宫 并遭遇各个奇葩的黄金圣斗士前辈们 在狮子宫与凯撒的交战中 面对来势汹汹的等离子光束拳 一辉指手不攻 凯撒诧异的问一辉为何如此 一辉说自己太强了 不愿对同袍使出真正杀招 因为真正的敌人即将到来 狮子座黄金圣斗士 必须毫发无伤地站在这里迎敌 这番狗腿言论最后也得到凯撒认同 不但放行通过 还承认一辉是狮子座后继者的身份 之后在通过处女宫时 陷入佛陀四门的困境 幸好蛇夫座奥德修斯及时出手搭救 奥德修斯唤醒沉睡的教皇 简单告知事项后 拖他将一辉带离异空间 随即一辉被异次元传送到女神神殿 ND时代的教皇 要求一辉刺杀穿越而来的沙芝 对他讲述女神沙芝是时空错乱的元凶 可能导致天崩地裂世界毁灭 并将沙神的黄金短剑塞到一辉手里 要他看着办 随后教皇又再度陷入沉睡 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ND的后续消息 若干年后来到了Omega的时代 一辉只有在第一次与马尔斯军团之战中现身过 直到第二部帕拉斯篇快结束才登场 原来他发现有隐藏的敌人在蠢蠢欲动 所以独自暗中调查帕拉斯背后的黑手 其间与四天王的蓝矛埃该王战斗 并在埃该王的圣剑重爆雷斩刃上留下裂痕 但自己也身受重伤躲起来治疗 在光牙等人与二级客斗士米拉苦战之际 直接现身干翻米拉 痛斥光牙等人的软弱 并与最后的四天王之战再度对决蓝矛埃该王 这回一挥爆发出更强的小宇宙 用凤翼天降轻松打断了埃该王的圣剑 原本试图用幻魔拳套出四天王背后主使者的真面目 但被真正的大boss萨图恩给打断 最后在与埃该王激烈的碰撞中 两人小宇宙双双消失 又一次让人误会灰哥阵王啊 直到与最终boss萨图恩决战 雅典娜指引各位圣斗士将小宇宙传送给光牙时 一挥才从当初消失的地方出现 将自身小宇宙化成凤凰 传送给远在外太空的光牙 祝他打败萨图恩解救世界 以上就是凤凰做一挥的懒人包整理 如果还有什么想了解的经典老动漫人物 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今天内容就介绍到这边 不负责任风动漫我们下集再见 如果喜欢阿斯卡介绍的怀旧动漫 请帮忙订阅跟分享风动漫频道 也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超级感谢 请大叔喝杯饮料 每斗内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只要您每周固定收看 对我来说就是最佳动力 不负责任风动漫我们下集再见 不负责任风险